人们说一切都是多愁善感的,这是事实,即使它是一种跨物种的动物,人们也有美好的感受,动物的感情更加简单和具体。 如果你给予它们真诚的帮助,你将获得意想不到的信任和感激。 有很多关于动物和人之间良好感情的故事,每个人都感动,今天我们看看女孩和狼之间的感情狼绝对,是野生动物中最疯狂、最难吃的动物之一。 即使是在动物园里一起生活的饲养员,也不敢说它们完全赢得了狼群的信任,只有到那时狼才接受了它,它几乎把自己变成了狼。 当女孩不小心出去时,它救了一只成年狼,即使是非常重的狼,也不会让人随便接近,女孩花了很多力气包裹狼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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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